第四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將會於十七號晚九尖舉行 因為疫情而闊別兩年的影壇盛事 今次的競爭可謂相當激烈 影帝方面 吳鎮宇今次在軸碎漂流中破街扮演染毒佳有輝哥 由電影上映到金像獎入圍等幾輪的投票 都獲得本港不少影業人的稱讚和肯定 有知他今次的地蹦造型入目三分為觀眾帶來新鮮感 有望成功作出零的突破 剛巧他的影靈和金像獎是同歲的 如果今年成功稱帝可謂意義非凡 林家棟今次就憑著電影至此和首捲煙各族影帝 飄完可能因此就被攤分了 影后方面 憑至此飾演心理複雜的黃土一角而首次入圍的劉瓦室 面對拱你等好戲之人 表現出初生之屬不畏苦的態度 對於被視為影后的大熱人選 劉瓦室表示一點壓力都沒有 但就覺得身邊工作人員的壓力比他更大 有提名已經很厲害了 總之好多謝每一位欣賞過他演出的人 還說作為演員 自己所演的戲可以被看得到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